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开箱 别砸眼睛 智云和二 好 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三块电池 充电器 太棒了 这个有三角架 非常好 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云和 太夸张了 云和的手柄太粗 真的有点夸张 哇 这个 说实话 云太也真够大的 从官方的介绍来说 它可以 武定 20mm的 设计压器 这个太夸张了 对于我们的一般戴法来说 是更不在话下 为什么 这个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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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引我的 这个旋钮太舒服了 这是我认为 智云上面最最最吸引我的 这个就是这个 转软 它可以进行调校 太赞了 我对于我们来说一般的相机来说 如果你用手动去调教器 把这个视频就完蛋了 因为你的相机会手动 我同时也有那个OSMO PRO 一样的它可以用这个旋钮 它有个跟踪器 然后通过这个旋钮呢 然后达到跟踪的目的 也是非常好用 所以我觉得这次自云 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也是非常有的光着 但是目前来说 它是支持佳能的进行跟踪的 最后是这个小盒子 我想里面应该是数据线 我们打开 Yes 好 这个应该是索尼的数据线 这个是松下的数据线 我们现在有两根 佳能线 一根松下线 一根索尼线 刚才说错了 这个是充电线 太棒了 然后我们来开始组装一下 是不是我们还要充电 来 把这个电池打开 我想应该有一点点点吧 也可能没有 首先呢 我们要装这个电池 大家也相信得到这个粗装的手柄里头 有什么东西 来 OK 看到了吧 三个 然后这里有征服机 二 两个 三个 OK Close 这个小三架 其实很方便的 小三架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 就把这个三 稳定性的就可以 放在我们的桌上了 看到吗 很稳定的就可以 加在我们的桌上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安装 因为我用过智云 所以我基本上知道怎么安装 好 这里有一个锁锁定解 然后我们把这个快拆盘呢 就可以拆出来 看到吗 快拆盘就可以拆出来了 好 拆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相机呢 利用这个螺丝呢 好 我们把它固定在我们的这个相机上 好 具体刻度我也不知道 因为它快300克以前后动 所以我就决定 放在大概这个位置 这里面要用硬币 一块钱挣着好的一个硬币大小 我们把它固定好 好 一块钱非常有用 这个非常有用 这个是相机镜头的一个固定支架 Support for the lens so you could adjust and tie it 好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相机装上去 这个是释放按钮 好 装进去了 you couldn't release lost the光 后面有点重 看到吗 后面有点重 我们要因为相机有点重 我们要往前移一点 好 我们再放松 然后我们再看 左手呢 要握住这个云台支架 还是有点重 不好的这里面 还是会碰到这个相机的一个底座 这个有点不是很好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把它移下去 然后再往前推 稍微有点紧了 没关系 好 再往后停 推一点 好 再往后 我把镜头干出去 好 我们现在已经平衡了 好 你看 对 在各个角度都可以停下来 在这个幅度呢 都可以停下来 但是往下的话 因为这个轴还没平 调整 所以 只是我调整了相机这个中心 我们镜头朝上 或者镜头桥下都可以 会碰吗 不碰的话镜头桥下吧 然后我们要调整这个轴 这个轴的话一样 看看就是哪里重 看起来应该是靠我身体的这方面有点重啊 and move a little bit that way I believe only a little is ok and it's locked 好 那现在是所有的这个都可以锁住了 好 我们是完成了第一个轴 第一个轴牵涉到相机 还有牵涉到这个方向 好 我们现在做第二个轴 我们现在开始调这个轴 因为左手有点重 所以我们要往右 哇 哇 很好 恰到好处 好 我们锁紧 看好 这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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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最后 调最后个轴 我们怎么调 首先可以看到它有点不平衡 我们要把它这样水平把这个云台这样水平放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相机端的很重 所以我们要把它往右推 所以 手用我们松开螺丝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机器呢往右推 还不够 OK 啊 啊 好 我们现在觉得应该是可以了 好 我们锁紧 看一下 好 就把它弄平衡了 好 我们这个平衡就调整 结束 好 我们现在进行开机 这个开机按钮 我虽然没有开过说明书 但实际上 我在网上已经看多很多的视频 所以基本上操作我都知道 我们现在把索尼的通子线呢 就是接到这上面去 两头一样吗 啊 不一样 好 我们应该是这头 我们先打开索尼机器 我们先打开索尼机器 yes OK 好 然后我们再 open the gimbal 好 现在开始工作了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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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所以刚开始的模式呢 它是 这个方向是锁定的 然后这个旋转呢 是跟着走的 看到没 它是跟着走的 这个默认的是呢 叫PF 也就是Pand Follow 它是跟随模式 就是专项跟随 所以我们在转项的时候 下机会跟随 然后 但是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 倾斜方向呢 它是锁定的 然后我们单击这个模式呢 它就变成L Lock 也就是全不锁定的 看到没 我转也拍不跟随 然后我这个方向 它也 清晰也不 然后我再双机的话 它就变成全跟随了 也就是我下机 我下台也往下 它往上 我也往上 然后左右 也是进行一个宣传的可以 好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一个拍照功能 然后这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 然后先进行一个 menu的一个切换 按底下这个menu 然后我们切换到这个相机 然后往右 Modon呢 是关利的 我们现在需要切换到 Sony相机 然后我们选择 Sony相机 我们现在是按右键 好 现在它就切换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按住这个Mod键 然后就自动更改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切换好了 好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拍照了 停 好 然后我们这个电源键呢 是录像节 好 我们现在试试看 好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像了 我们再点击一下 好 停止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是电动的变焦镜头 好像索尼A7全伏的里头没有电动变焦镜头 应该是那种6500会有 所以这里面不能用 如果是电动变焦镜头的话 往这个键 往左往右呢 可以去变焦 索尼相机 可惜 最最好的这个东西用不了 Focus mode 就是 更焦模式 明天呢 我会做一个 佳能的相机测试 然后用到这个更焦 我想这个更就会把你们大地眼镜 能够发挥更强大的这个云台的作用 好 今天先到这里 等待明天再进一步测试 等一下 我还有两个事情还没告诉你们 这是我觉得这个智云里面 一直做的很不错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 它是用了滑环 所以 它是没有任何线位的 你看 我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一直在转 如果我把这个 电源关掉 好 看 哇 第二个 我们现在是这种模式 对不对 是 这样 正个派 但是我们如果 倒过来呢 看好 one two three 蹦 好了 我们现在这个倒过来了 看到没 可以倒着拍了 也就是你可以贴着很地的地面 很近的地面去拍摄了 然后我们怎么轻换回来 一样的 蹦 蹦 回来了 蹦 蹦 好 今天我们就结束了 赶着明天的测试 我们下转发了 后来 我们下转了 下转发了 我们下转发了